我去近代和近代去算自己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 等我 不只要我要那么多喝点 当然 我一个灵奇 对我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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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 哈呵呵 我刚刚看错时间了 不是今天开会 是十月份才开会 对 所以我特地来学校那么早期 哈哈哈 那我刚刚呢就是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部移来了这边 这边呢我就粘了一些跟我有关系的一些图片 也是我那时候回马来西亚的时候 想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把我相册里面的所有 觉得有回忆的东西啊都打印出来 然后我是告诉那个朋友去帮我打印成正方形的 然后每一个图片都对我有很大的意义 而且就是每次看回的话我就觉得很疗愈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这边 嗯 Zither Harp 然后刚刚我的tripod整个烂去了 它的那个螺丝整个掉出来了 然后这边全部生锈了 所以我要去找过一个新的tripod来用 那我现在暂时把书桌收拾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呢是我的一个小小角落啊 然后放一些激励语啊 还有就是我2022年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啊 然后一些计划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之前有一个驾驶机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送我的 然后这个是校长送我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学生送我的一只猫的那个寄语的一个卡片 然后有一个地球 然后一个小地球 这个地球呢是 也是有一个校长送我的 因为他们懂我很喜欢地球的这种东西 然后呢 从这个角度看 就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 这行星是我那时候去daiso买的 然后我觉得很可爱挂在这边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之前我毕业过后有去了这个银行打工 然后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体验啊 所以我就把它挂在这边提醒我自己就是 曾经一个那么轰轰烈烈的经历这样子 所以我就放在这边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view 很好看 我很喜欢这个view 一些消毒液啊 还有就是一些wet tissue啊等等之类的 这边的话呢 我就是放了我的那个 捆具 因为我不想要放在桌子上 我觉得会很乱 然后放了一个盆栽 OK 然后这个corner呢 就是我会放我的yoga map 还有就是一个地点 然后这边呢 我就放了一些我的书包 就这些都是我常出门的时候 然后会用到的书包就挂在这个 衣橱的这边 然后我是用那个 S字型的那个挂钩来挂在那个 衣橱的这个细缝这边 然后 对 它就可以挂在这边 然后这里就是放我的那个 背包还有这个电脑包 OK 然后这边呢 就放了我的一些零食 就是我一个零食库这样子啦 然后有放了一些豆奶啊 还有就是一些豆奶 有时候喝不完的话 我就会拿这个可爱的夹子夹着 然后 还有一些咖啡 然后这边就有放麦片啊 放茄子 放一些 蜜汤啊 还有那个芝麻酱 这个芝麻酱超好吃 对 然后下面这一层呢 我就放了鸡蛋 还有一些supplement 还有就是一些杯 然后我不知道我要那么多个杯来干嘛 可是就是有三个杯在这边 然后supplement 然后有一些汤匙啊 还有刷东西的 刷那个水罐的那个 sponge 然后下面这一层呢 就是装我的碗碟 Double way 小个的碗碟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碗碟 都在这边 还有放了一个滴树 这边呢 就放了一些口罩啊 还有这些蒸汽的眼罩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在里面 可是都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放在比较里面的地方 对 然后最靠进门的这个地方呢 我就放了两把雨伞 还有一个刷子 然后里面这里 我有点不知道我放什么的 对 就是一些头饰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这边呢 我放了两个这个桌 就是运动的时候 然后可以用的 放肮脏衣服的一个桶 然后这边就可以来挂衣服 然后呢 这个是我的床 然后它已经是有现成的 queen size的床了 所以我不需要特地去买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是想要找那种 有单人床的那种 因为如果单人床的话 我的移动空间就会比较多 可是既然它有现成的 那我就用现成的 哈喽大家 那么呢 刚刚我已经把我的房间打扫干净了 我觉得我差不多用了 weekend的四分之一天 来去打扫我的房间 可是呢 我觉得那整个过程到最后的结果呢 是非常的疗愈 而且是非常的有成就感的 因为可能有时候你一个礼拜之内 在你的工作或生活上会遇到一些小小的插曲 可是呢 我觉得就是你通过在weekend的时候 好好的打扫房间 也算是好好的去打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啊 去静下来 沉淀下来 去专心的做一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这支影片应该是我 就是那么久以来第一次会出的一支影片吧 因为我从雷射过来过后呢 我的生活有了一点变化 就是呢 我开始了上班 所以最近呢 就是经过一些七七复复的一些 adulting diaries过后呢 就是开始慢慢的有去适应到了那个节奏吧 可是还没有很保证的时候 就是可以很好的去适应 可是我就是尽量的尝试 或者是说我就跟身边的人请教啊 一些方法去解决一下 就是关于慢慢要学习 如何变成一个半成年人的一个生活模式 这样子吧 对 这次拍这个room tour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最近有在找关于房间设计的东西 因为我就是觉得设计房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如果以后有一个自己的假过 我也是会好好的设计自己的那些房间啊 然后如何去装修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过程是把所有自己的想法 所有的思绪 全部都丢进一个屋子里面呢 然后呢 我就找了一些资料啊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东西叫做投影仪 我觉得这个东西感觉是那种租房必备的一个神器吧 因为它可能就是如果你在需要一个大屏幕啊 来看电视的时候呢 我觉得投影仪可以让我就是预算啊 还有空间啊都可以让我这种租房人呢 得到一种归宿感吧 而且就是有时候租房的时候 你租久了一个地方 你可能会一个人的时候会有那种莫名的孤独感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算是蛮不错的 然后我不知道是吸引力法则还是什么 我最近呢就有收到了一个本地的品牌 叫做Lumus 然后呢 他们就寄来了一个这样子的投影仪给我 然后呢 我现在是每一天就是下班过后呢 有时间的话我就一定会开这个东西 不管是我读书啊 或者是我要看戏啊 我都会用它这样子 他们Lumus这个品牌呢 是二合一的投影仪加一个声器 就是呢 它有那个DLP的显示器 然后呢 它这个东西是可以触屏的 还有Android 9.0的系统 所以呢 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的 不同功能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还有以下几点是大家可以听一听的这样子 就是它只需要关灯后 把它打在白色的墙面呢 就可以观看了 因为它是可以自动的去调整屏幕的 所以我们把投影仪投放到天花板上面呢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躺着就可以看视频了 然后另外呢 它的音响是很特别的 它是有那种电影感的那种音质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用电话连接去 它们的投影仪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屏幕被投射出来 也是可以让你在Zoom开会啊 或者是你在Spotify的时候使用 然后呢 它这个投影仪的重量就差不多跟一个 我们喝Coke的那个CAN的那种 屏装的重量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它是很小巧 然后很方便的一个东西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很eventful的人 你会经常出席活动啊 或者是你有一些大学的活动啊 然后你是一些社团的一些commitity啊 这样子你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去 在你很像举办一些event的时候 用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啦 所以我打算就是可能我这次回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会带这个回去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 他生日 所以呢 他生日会的时候 可以是拿这个东西来帮他投放一些影片啊 等等之类的 因为我发现到最近真的很多人 就是不会想要买电视机啊 都会改为就是用投影仪这个东西 而且现在租房的人也是很多东西呢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点就是娱乐这样子吧 然后呢我发现他们lumus这个本地的品牌呢 他们做的还蛮用心的 因为他们就是有一致的在 在不停的upgrade自己的那个system 还有就是不停的在换那个 整个投影仪的形状啊 外观上面都好多在做升级这样子 所以我也是看到他们那个review那些也是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很好奇这个投影仪是怎么样的话呢 可以试试这个新加坡的品牌 然后他们这个牌子是寄给我的是2in1的Nano Portable Projector 然后价格现在是$599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话呢 可以到我下面的资讯栏去了解更多 大家就关注一下这个lumus的projector吧 好 冷对 冷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